在上一节思维漫游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想对银河系有一个更深一步的理解 我们必须知道这个银河系有多大 而利用这种stellar parallax这种视觉上的视差的这种方法 实际上我们只能达到一个很有限的一个区域 就是整个这个银河系还是比我们能够真正测量距离的范围要大得多 那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怎么样去测这银河系有多大 那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就一直无法解决 一直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仍然是一个谜 那么这个问题最后呢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呢 就是所谓的standard candle就是标准蜡烛的这个方法解决了 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叫标准蜡烛 所谓标准蜡烛就是说假设你知道咱们用一个最简单的理解 假设你知道有一个100瓦的灯泡 OK这个100瓦灯泡它的亮度 你在灯泡的这个距离近距离测它的亮度 你知道它的亮度是多亮 你有一个假设有一个仪器很准确的测 那么这个灯泡你放在一个背景没有其他任何光源的情况下 从远处看这个灯的亮度 它会随它的距离的平方乘反比 任何一个球体实际上它的球面积 是它的圆周率乘4乘上距离的平方 你从远距离的话 你只是这个球面积的一小部分 就是你按照单位面积能测到的光能量 是随着你的半径的平方乘反比 也就是说你在一米距离测到的亮度和你在两米距离测到的亮度 应该是四分之一 OK就是等于你距离每乘一个二倍 你的亮度掉四倍 亮度除以四 用这样一个关系 我们假设知道这个灯泡是100瓦 我们知100瓦的标准就像一个标准蜡烛一样 标准是多亮 那我就可以通过在某个距离以外 同时观察这个100瓦的灯泡 我们通过它的亮度 我可以反推出来这个灯泡离我到底有多少距离 这个就叫standard candle 就是假设我知道光源有多亮 我可以通过这个算出来这个光源的发光点 和我本人的观测的这个地方距离是多少 那么这个概念呢 就是在测量银河系的时候 就产生了这么一个标准的standard candle的恒星 这个恒星的名字 它用英语叫Sepheid Variable 所谓Sepheid Variable 我看它翻成中文叫造富变星 这听着好像制造的造 父亲的父 造富变星 实际上Sepheid Variable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么一个特殊的恒星种类 这个恒星呢 它体积比较大 是大概其实太阳的质量的5到20倍左右 然后呢 它也比较亮 是一个一个很比较大的一个恒星 也比较亮 但是这个恒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 就是它会闪 我们知道天上很多的行星 很多的星星 我们从地面看都在闪 一点点的blink 那个闪并不是因为它本身在闪 是因为大气的气流的那种不断的那种随机的变化 使给我们产生一个视觉 它在闪 而这个恒星 这个Sepheid Variable的恒星的这个闪 是它自己真正的在闪 它这个闪的原因就是有一些物理的这个核聚变的过程的这个 这个道理 这个我们这里就不太不太讲了 这是属于核物理的一个范畴了 它有氢元素和氦元素 在不断的核聚变的过程中 有这么周期性的亮和暗的变化 这种变化呢 有很强的周期性 有很强的规律性 然后呢 这个过一定时间以后呢 它那个核燃料烧光了以后 就变成了其他的暗一些的恒星的种类 但是在它有周期性变化的这个时候 它的周期性和它的亮度之间的关系 是well known是非常的可以知道的 就是我们可以提前知道的 就是在它进行这种周期的亮度变化的这段时间 它的绝对亮度和它的周期性 有一个已知的关系 这个周期性有的时候是一天 有的时候最多可以到70天 有这么一个周期性 那么这个已知关系 实际上就是奠定了这个标准蜡烛的这个亮度 星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如果一个Sephy variable它的亮度和它的周期性 有一个固定的关系 那我可以不去测量它的亮度 而去测量它的亮暗之间变化的周期性 我就可以推出来它的亮度是多少 不管这个亮度离我是暗还是离我是亮 因为它与距离有关嘛 它离我越近的话它会越亮 但是我并不知道它距离是多少 但是我可以从它的周期性看 因为周期性不会因为我和它的观测的距离的变化 而变化的 当然这个Sephy variable它是一个某一个恒星的一个种类之中 因为在这个银河系里有有有无数多各种各样的恒星 那么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子极 就是某些恒星是这样的variable 而这样的variable呢 实际上它本身呢 比它大一点有可能变成超新星 比它小一点呢 有可能它就不去有周期性的变化 像太阳就不会 因为太阳比它小 而只是在某一个很窄的这么一个区域 它的质量在这个区域范围内 就是5到10个太阳的质量的这个范围 它有这样一个特性 可以固定的周期性的变量变暗 那么这个变量变暗的这个规律性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因为我们一旦知识它的变量变暗的周期性 我可以横着推出来 它到底有多亮 它的绝对的量值有多亮 用这样的一种Sephy variable 我们就可以用来对银河系有一个测试的方法 甚至到后边我们还会提到对其他的星系的测试 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因为一旦我知道这个星星的亮暗的周期 我就算出来它真正的原来的亮度 那么有这个原来的亮度了 和我实际上观察的亮度 我们就用刚才讲的这个inverse square law 就是它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是它的原来的亮度和现在的亮度的之间的关系 我就可以反推出来 这颗星星离我到底有多远 那么这颗星星当然不是说银河系里 所有的星星都是Sephy variable 但是如果是的话 我可以就用它去推 而这种关系 第一次被发现是1908年 这是20世纪初了 1908年被发现的 发现的这个人是一个女科学家 她叫Henrietta Swan Leavitt 她是1868年出生 1921年去世 实际上去世岁数并不大 得癌症死的 她是当时在哈佛的天文观测站 她的任务并不是一个天文学家 她是一个computer 那个时候的computer 不是今天所说的电脑 而是一个计算员 她的任务就是算东西 然后去观察各种各样的天文的照片 然后进行各种各样的计算 那么这样的一个人 她最后这个Leavitt 她就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 因为她一直在仔细的研究 这些无数个 这各种各样的photographic plate 就是那种照相玻璃 因为那时候都不是用胶片是玻璃 然后对着天空照的很多的像的 这些玻璃片 她就在那仔细研究 研究研究 最后她发现了这个规律 就是Sepheid Variable这个规律 发现这个规律是一个 对天文学研究 是有一个突破性的 这么一个电击性的一个发现 因为这个发现为后边的Edwin Hubble 得出的一些重要的其他的发现 奠定了观测的基础 因为Edwin Hubble 后边我们会仔细讲它 那么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我们就可以算那些Sepheid Variable 离我们有多远 然后经过这样一个几十年的不同的努力 在银河系里很多Sepheid Variable 全给测出来了 他们离我们大概就多远 当然它只是一个抽样性的检测 因为不是所有的恒星都是Sepheid Variable 但是这样的一个检测 到今天这一晃又是一百多年了 一百多年以后 我们首先可以知道 在我们地球太阳系 将近一万光年以内的很多很多的恒星 我们都知道它们的距离 而在这以外的银河系 我们现在大概其也知道 这个银河系是一个大转盘 是一个螺旋体的 这么一个像铁饼一样 这里面的恒星铺满了这个银河系 而银河系是中间厚两边薄 它大概其的直径是九万到十五万光年左右 因为在最外沿就很多西西拉 就不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边界 而它的厚度是一千光年到一万光年左右 中间最后是一万光年 两边最薄的时候是一千光年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银河系的大小 就是等于是十万左右 十万光年左右宽 一万光年左右厚 而中间在它的银河系正中间 是它的恒星最密集的一个地方 有海量的恒星 有很多大的黑洞 后面我会提都集中在那一地方 那是它的重力中心 就好像一个螺旋窝一样 中间里面是最多的 在银河系的中间 实际上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黑洞 而且有很多一个最密集的 恒星集聚的地方 那里面就叫做Sagetarius A Sagetarius实际上就是银河系的重力中心 而这个银河系的重力中心里面 有一个四百万太阳质量的一个黑洞 就相当于四百万个太阳的集中在这么一个黑洞 黑洞我们后面会讲 而这样的一个中心里面是 就是恒星与恒星的之间的距离非常近 实际上我们最近还看到一个几十年对这个中心进行观测 就发现有些恒星在绕着黑洞转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所以真正的我们后面也会提到 真正在那个地方有任何的高级生命的可能性 实际上是很低的 因为太不稳了 那些恒星之间的距离太近了 太乱乎了 等于是像一个那个台风或者是飓风的那种最中心一样 那里面就是那种太乱 那里面就是那个能量太高 星球之间的距离也太近 而银河系它本身呢 我们刚才讲了 它是在一个自转的情况下的一个螺旋体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行星 而这个银河系自转 它每转一周 它自己每转一周 是大概其两亿四千万年 两亿四千万年 而我们太阳系呢 实际上是在这银河系的边缘 我们这是一个边缘很安静的这么一个角落 有一个太阳系 也就是我们地球所在的位置 两万四千年 它转一圈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我们太阳的这个位置 我们大概其是什么呢 是每一千四百年 太阳系实际上在这个宇宙中行走相当于一光年的距离 也就是说一千四百年前的太阳的位置 我们太阳系的位置 距离我们现在的位置 已经有大概其一光年了 而这个银河系的自转 我们看是两千四百万年 转一圈 而银河系在这个自转这一圈 半圈以前 就是半圈以前 那就一亿二千万年 那时候实际上地球上还没有人类的 那时候只有恐龙 各种各样的恐龙 所以恐龙在银河系半圈以前 还存在半圈以后 恐龙早已经没有了 而地球现在都是人 而太阳系在这个银河系的这个边缘 在银河系的这个大铁柄里边 实际上它也不是准准的平稳的走 而是在一点点的上飘下飘 在这个银河系的这个铁柄平面上 它也是上下有一个一定程度的飘动 这个飘动和它围绕着银河系的重力中心在转 是在同时进行的 有些天文学家和有些生物学家 想把这个太阳在银河系里的这个飘动 每两千五百万年 大概就上下飘动一次 就是在公转银河系的重力中心的公转 同时还在自己在这个平面上下飘动 这两千五百万年的周期呢 有些人把它 有些科学家把它认为 这有可能是地球上出现大规模的物种灭绝的一个吻合的时期 有可能就是它造成了物种灭绝 有可能太阳在这种飘逸中 它可能附近出现一些其他的什么现象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辐射源或者什么东西 但是这个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但是为什么我们能够今天有生命 为什么地球上有生命 为什么这个地球上面的这个很多的这种生命模式 都是几亿年甚至是几十亿年的这么一个进化的历史 是因为非常的幸运的是 太阳系是出在一个非常安静的角落 它不是在银河系的重力中心 因为那里面的恒星距离之间太近 所以很难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像太阳系的这样的这种稳定存在 因为地球你如果一天到晚老被其他的星球的重力所扰乱的话 那地球的轨道肯定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有规律 或者有一个稳定的一个进化的这么一个环境 所以这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幸运 如果反过来讲如果不是这么幸运的话 我们当然地球上就没有人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了 而银河系本身不但是在自转 而且还在整个的宇宙的多个星系中在进行快速运行 这个运行是每秒钟372英里 这个我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 就是和其他的相对于宇宙中其他的星系 它也在运行 而银河系本身我们知道包括恒星 包括各种那种尘埃和其他的物质 但是这个本身又引出另外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以后我们还会提 就是如果我们只把这些尘埃 宇宙尘埃 只把这些恒星和它所带的卫星 像地球 像什么其他行星和其他的 我们已经看得到观察到的这些物质 全算出来 我们可以想象这个银河系 它的自转的速度会不均匀 所谓不均匀就是离重心越近的地方 自转速度越快 而离它的中心越远的地方 自转速度越慢 这个上我们从这个简单打一个比喻 就好像是这个飓风的这种巨大的漩涡 在那漩涡中心的地方 那显然是转的速度最快 你越外围的时候 它那个风速就越小 这个呢 从用物理 用牛顿的经典力学的物理 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 如果像我们太阳系离银河系的重力中心比较远的话 实际上我们围绕银河系的旋转的速度 可能就会稍微低一些 可实际上这个和实际的观察是不一致的 实际观察就是整个银河系在均匀的 像一个固定的固体一样在一起运行 在一起自转 那么这个自转就是说离这个银河系的重力中心 比较远的那些恒星 它也是在以同样的角速度在转 那这个本身呢 就意味着什么呢 这银河系里能观察到的这些物质 不是全部的物质 这里还有很多没有观察到的物质 这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暗物质 这个暗物质现在是什么 仍然是一个现代天文学 现代物理学的一个谜 甚至有的人呢 要想绕开这个问题 就说可能这里边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牛顿的万有引力可能有偏差 或者是以这个什么经典力学有偏差 但是持这样观点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 大部分人认为这里有一些暗物质 我们到现在没有发现 我们怎么样去发现这个 这个是现代物理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还是回到我们对银河系的评估 到底银河系有多大 我们刚才说了 是以十万光年作为一个直径 这么一个大概其的估值 估值是算出来 是银河系是大概就十万光年这么宽 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概念 我们用我们的大脑去思维 已经是完全无法理解了 我们无法 因为这个光年这个概念只是一个数了 我们无法真正的理解 一个光年到底有多远 那么我们就做一个比喻 这当然最好的都是靠比喻 假设我们的太阳系 本身就是一个硬币那么大 就像一个美国的2毛5硬币 一个quarter那么大 就整个太阳系的所有的行星 加起来那个半径 就是这么小 那如果太阳系是一个硬币那么大 实际上太阳在这个硬币中 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小点 那其他的这些行星 你就看都看不到 因为太阳系如果一个硬币 那个我们地球 或者什么木星土星 你在这个硬币上 你是看不到的 几乎就是几乎到了一个 分子原子的那个程度了 而离我们太阳系 最近的那个恒星 Alpha Centauri有多远呢 有两个足球场那么远 就是你这个硬币是太阳系 另外一个恒星距离 就是两个足球场那么远 那就是200米以外了 而整个的银河系 在这样的一个比例下 就是一个整个地球这么大 就是银河系是地球 在这个地球里边 有一个小硬币在地下落着 那就是太阳系 而太阳系里的太阳 是在这硬币中间的一个 微不足道的一个小亮点 而地球和其他的星球 你几乎看不到 从这个角度 我们就可以想象银河系有多大 OK银河系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银河系是这么大 我们到底能看到其中有多少星星 我们可以用肉眼看到 实际上我们用肉眼能看到的 银河系里的星星是微不足道 用最乐观的估计 我们充其量能够总共看到 一万个亮点 在这银河系里一万个恒星 就发光 当然不包括这个几个行星 那只是几个 那么这个最佳的状况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 首先天上没有月亮 没有任何的城市和人造的灯光在污染天空 没有云彩 没有雾 什么都没有 而且你还要站的 你应该最好是站的很高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势很高 空气稀薄的地方 同时呢 你还是必须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眼力超强 就是你眼睛特别好 你最多能看到一万个星星 而这一万个星星呢 实际上呢 还不是说同时看到 因为你只能看到地球的一半 你就地平线起来 只能看到一半 而另一半呢 当然也是在晚上看了 另一半呢 是在那一边 所以你实际上最多最多 在同一个时间只能看到5000个 这样的星星 这是在最极端最乐观的情况下 而实际上呢 对于一个一般的人 在一个夜深人景 没有任何其他的光源污染的情况下 你充其亮 也就是看到2000个星星 你把天上的所有的亮点 看着我满天都是行星 你去数一下 也就是2000 你真到5000的话 那就是最极端最极端的情况 那么这个25000还是一万 你能看到的星星 实际上大部分都是我们太阳系的近邻 都是比较近的 远的呢 你就看不见了 只能看见模模糊糊的一些 像一些雾蒙蒙的东西 而银河系里到底有多少个星星呢 有100到400个billion 这是一个估值 你看这估值本身就很不准 有说是100 有的时候400 一个billion是10个亿 100个billion就是1000个亿 1000个亿到4000个亿的 恒星在银河系里 而这里边呢 现在的估计 这里边应该有一千个亿个行星 就是像太阳系的9个行星一样 有一千个亿 当然我们是看不到的 只能是通过光谱分析来看 从这个数量级上 我们能想象就是我们能看到几千个星星 可实际上呢 有几千亿个星星 那也就是亿之一 一亿之一 就是one out of a hundred million ratio 那就等于是小数点 0.0006个零百分比的星星 你能看到 从这点我们就知道 我们对银河系的肉眼可以看到的 基本就是说是一个可忽略的一个零 而我们太阳系在银河系距离银河系的重力中心 是两万七千光年的距离 两万七千光年 就等于是halfway in the radius 就是整个银河系的这个大铁饼 我们是大铁饼的一半 稍微靠外一点点 换一句话说 银河系几乎是整个我们是看不到的 我们只能看到一个雾蒙蒙的背景光 这就是我们对银河系的理解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先讲到这儿 下一节呢我们再看一看银河系以外 我们怎么样去测量 怎么样去得知银河系以外的其他的星系 距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这个我们下一节接着讲